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红豆尼的朋友们 又问了红豆尼什么的问题呢 结婚后 你是一个可以抵挡住诱惑的人吗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可以开放为我 或者是我的伴侣 你们可以在心中想着你的伴侣来选这个题目 或者是想你自己来选这个题目 无论是你哦 还是你的伴侣 都有可能在生活当中 接触到别人 而产生了其他节外生之 恒生之节的情感发展 有时候情感啊 它会往外发展 你们一定要把它当作 像围堵防疫这个病毒一样 预防重于治疗 它不是诱惑 而是这种病毒哦 常常会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无论是我自己爱人都要做这个预防重于治疗的手段 那我就来为大家分析 可能啊 这个情爱会恒生之节的破口到底在哪里 阿元你选几 好你选四 我们来解答选四的同学 选四这张幸福卡叫做海底轮 无论是你或是你的伴侣 你们都非常需要亲密的接触 亲密的接触呢 有两个层次 就是常常要逆在一起 甚至呢 如果你太忽略床地关系 夫妻的恩爱 雨水之欢 可能这个婚姻感情就会出现破口 每一个感情啊 婚姻 有时候并不是男人女人 有了什么诱惑 请你们要注重这一点好吗 夫妻间很重要的就是身体之间的温度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一的同学 选一这张幸福卡叫做月亮 进水楼台先得月 朝夕相处 有可能会让人产生情感 这个呢 最忌讳的就是远距 要在外地工作 还是要常常出差 你跟你的伴侣相处的时间 跟别人呢 到底谁多 这样不就是你婚姻 那个病毒防疫的破口吗 如果你的伴侣 他可能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 你们就要规划 要不要整个家要搬到那里去 要注意哦 分开没有在一起 就是分开的源头了 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二的同学 选二这张幸福卡叫做太阳神经丛 情爱破口在哪里 在工作职场 有很多人哦 会发展职场恋情 必须要常常跟老公一起出席朋友的交友圈 还是在公司的场合 你不要成为那个隐形人 宣示你的主权 如果有这个动作 其实别的人呢 就不会产生那个觊觎的心 常常就会有所警惕 相对的 你的伴侣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别人都很想要侵略这块领地 捍卫你的领地 捍卫你的领土 宣示你的拥有权跟主权 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三的同学 选三这张幸福卡叫做衣锦还乡 其实啊 无论是你跟你的伴侣 只要有人对我好 我还能够不心动吗 你呢 要注意你自己 你对你的伴侣不够好 还是你觉得你的伴侣对你不够好啊 那突然间有一个人对我特别的好 就有可能 恒生肢结 疑情别恋 这都不叫做诱惑 解答第一张牌到现在 都是情爱的破口 只要你对他更好更好 就没有破口了 那你只要对他好啊 他就会对你好 这是相对的啦 这是一个流动的 情爱不是诱惑 而是在情爱的当下 有什么破口 就是我们预防重于治疗 要围堵防疫很重要的关键哦 你想要在婚姻里面长长久久 这些破口都要防堵围堵 不能掉以轻心 守护我们幸福美满的婚姻 就是要跟防疫一样 一点都不能松懈 每天花六分钟 看我们的红豆泥秋幸福卡 让你用身心灵的智慧 来过美好的幸福生活 拜拜